十年前的温朔 是他 不可能 现在有证据 可以证明左相谋逆 但左相又和温朔有什么关联 温朔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当年五六街之事 世人街以为是温朔救了太子 其实是太子救了温朔 当年五六街之事 是太子殿下一手谋划 太子殿下对谁都有几分疏离 可唯独带温朔如胸如腹 捧在手中 看在眼里 太子为什么要特意设计 守温朔入府 左相想利用我是帝家后人的身份 联络帝家旧部 帝家后人 温朔 我再说最后一遍 放人 寒夜 若要回我 我必让帝家陪葬 你看 十年前的温朔 是他 不可能 我去找大夫 温叔 姐 我 别说了 金服在家 妈 原来海叶当年 竞强最大的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温叔 你好点了没有 没事吧 我没事 你可知 当时是谁把你帮走的 我只知道 那群人的衣着 和那日在蜜林里 假扮梅花内卫的人一样 安乐姐 他们是同一拨人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 你不用管了 安乐姐 我在街上听说 殿下杀了左相 被关进了刑部大牢 众臣立剑 要陛下废除太子 这是真的吗 这件事情 陆明熙已经在调查了 你不用担心 殿下他会无恙归来的 相信我的话 你就先好好养伤 等着殿下回来 好 好好歇息 来 我先扶你躺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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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有